我還是叫你小吉啦 好啊好 余涵今天要給你介紹的 是你們連家的兄弟 今天你們骨肉相認 連尾城師傅 去經驗參加全國家客家小草比賽 總冠軍 連家的連家的 他跟你在茶几里面的角色 有點像 茶几里面的小吉就是繼承父業 在父親的姻緣下 又想要創新 最後青出一籃 得到爸爸的肯定 尾城這個爸爸就開始做參與 那也是在爸爸的姻緣下成長 然後他非常的努力 在爸爸的教導之下 最後慢慢的他也被爸爸非常的肯定 也有他自己的在餐飲上的創新 尾城這道菜叫什麼 這道就是我們這次比賽總冠軍的創意料理 他的名字叫做浮宮英的約定 這個菜很特別 小吉以前有沒有常來花蓮 拍茶凈的時候在花蓮太久了 你知道花蓮有些客裝嗎 有 鳳林 鳳林應該是東台灣最大的客裝 所以你應該對花蓮的客家也蠻要緊的 這個菜精緻甚至有點反覆 你能不能說明一下什麼概念去設計出這道菜 當初我們就是以一個花藝跟茶藝的結合 包括我們的客家小草的原物料 呈現出一個花卉的感覺 那個絲怎麼抽出來的啊 其實他是利用一個我們烘焙用的麵線 他包裹住我們這顆球下去炸之後 他就會呈現一顆很像浮宮英的效果 食材也很特別 所以有哪些在地食材嗎 像這種梅汁山楂 其實客家元素很多 醃漬的 他可以提鮮也可以解唸 對還有加上我們在地的一些生菜 小農種植的生菜 加歐問你 你平常吃客家小草嗎 會 你有沒有什麼特別的點 我就是會回北埔去吃啊 就會選客家的那個菜 然後就會直接點客家小草 然後店裡面的人的確都認得笑致 因為就是在北埔來的 客家小草 每一個地方大家講的那個標準是不太一樣 是 像我個人覺得有辣椒就不太算小草 但是有人說沒有辣椒就不好吃 那有人說放蔥不對 有人說放芹菜不對 所以其實每一個地方的小草 有多元的這個呈現 我們這次傳統客家小草 我們加入了我們在地的田龍筍 早期我們講的客家小草是油鹹香 是三大元素 但是我們加入了我們的筍子 它的清甜就可以讓這道菜解膩 它的口感就不會說像以前這樣這麼油的 筍一般就會當作跟油的一個味道 然後收油 來我想先請教妮涵 你在戲裡面 就是爸爸的名字 你去傳一個那個去努力傳一個 因為身邊也會有非常多 就是繼承家業的二代年輕人 可是有時候就是因為是家人 所以他對你的要求更高 而且觀念上也會不一樣 年輕人都會想要再做出新一點的東西 再走自己的路 但是老一代的人 可能會覺得你就是要傳承 所以在戲裡面的爭吵 身邊的人就會覺得 欸你好感耶 所以我聽說有曾 過去做湯 說做十碗湯 被爸爸退了九碗 沒錯 照這個過程 你是怎麼樣去琢磨出這一道湯 其實這一道湯 在我們小時候的味道 就是從阿嬤那時候開始 這個是一道很家常的一個湯 它為什麼我們叫三代童湯 它本身有老菜脯 還有中世代的菜脯 再來就是最年輕的菜脯就是菜童 讓我們餐廳有一個傳承的一道菜 所以像蘿蔔 新鮮的蘿蔔有新鮮的 鮮甜味 那老的蘿蔔有它經過時間 醞釀之後又特殊的風味 對 所以你這個想法蠻好的 老中心三代的層次 那你當初那個作茶好像也是 很重要的概念 感謝韋城為我們呈現出 他家傳的這個手藝 今天來就是希望讓我們全國 客家小草總冠軍的聯濟海產 能夠透過同樣是連家的聯濟海 一起來介紹給我們所有的朋友們 記得最好的客家小草 在花蓮的聯濟 歡迎大家 因為我們能夠好看 當初時的同一家 就是找到聊天 esar吉利的利益 我們來見 我們來見 去三樓 四樓 六樓 最直 四樓 五樓 四樓 五樓 二樓 四樓